大家好 昨天呢 徐晓东是在油管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在视频里呢 他的徒弟 或者说他的朋友吧 吴子龙 是说了他为什么要挑战馆长陈志涵 他为什么要和馆长约见 那馆长呢 也是很快发布了一个影片来回应这个事情啊 并且呢 馆长的影片里呢 是表现的非常的气愤啊 把这个吴子龙呢 是大骂了一番 在这呢 狗哥先说一下 为什么狗哥呢 对馆长 对徐晓东这些人啊 这么感兴趣 有朋友可能会问 狗哥你不是一个这个时政的自媒体吗 为什么不关心这个国家大事 反而呢 是对馆长啊 对徐晓东啊 这些武林人士啊 有兴趣 所以呢 狗哥就在这呢 先说一下 那关注狗哥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关于馆长呢 呃 狗哥做的第一个影片就是台湾623反红色媒体的这个集会 这个呢 是馆长发起的 那以前 坦白的讲啊 狗哥对馆长呢 呃 并不是很关注 真正开始关注 就是从这个623开始的 那狗哥就觉得 馆长这个人啊 很真诚 然后呢 也很有责任感啊 是一条这个真正的汉子 从他的身上 还有很多这个馆长粉丝的身上 狗哥是看到了台湾人的样子啊 看到了台湾人和大陆人 很不一样的这个品质 包括礼貌 包括尊重 还有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啊 这些素质呢 真的和大陆人呢 都很不一样 狗哥可以说 比很多很多的这个大陆人啊 要好得多啊 这是狗哥对馆长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徐晓东 呃 狗哥跟很多大陆的朋友一样啊 几年前呢 就知道他 到目前为止呢 狗哥是认为 徐晓东呢 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这一点呢 在中国大陆很难得 坦白的讲 真的是很难得 可能在以后 狗哥对徐晓东的看法呢 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但是 到目前为止 狗哥认为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所以呢 现在徐晓东呢 也翻墙出来了 在这个油管上也开了频道 并且呢 和这个馆长呢 有了更多的交流 那这个呢 狗哥当然是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狗哥为什么这么关注馆长和徐晓东之间的事 因为呢 狗哥也是认为 这其实呢 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 从馆长和徐晓东的交往 以及这次馆长和什么炼玉轩啊 吴子龙的交往 其实呢 能看出来很多跟两岸关系有联系的东西啊 有关台独 有关两岸人民对彼此的认知 真的是能够感悟到很多东西 所以呢 这也是狗哥为什么这么关注馆长和这个徐晓东啊 以及吴子龙他们之间的这个事 那接下来 狗哥就说一下馆长和吴子龙对他们俩这个事情的看法 呃 徐晓东发了视频和馆长的影片 狗哥都看了啊 而且呢 馆长的影片呢 呃 狗哥还看了两遍 所以呢 对他们的恩怨啊 现在是非常清楚了 那吴子龙是跟徐晓东学的这个MMA啊 综合格斗 但是啊 徐晓东呢 说他们不是什么师徒的关系 也不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啊 他们就是朋友 那吴子龙为什么要和馆长约架 为什么要挑战馆长啊 在这个徐晓东的视频里 他是谈到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 他认为馆长是台独分子 所以呢 就要和馆长约架 应该是呢 想用拳头啊 来教训一下馆长这个台独分子 第二个理由 吴子龙说呢 馆长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就是 如果解放军要武力统一台湾 那就要先踏过馆长的尸体 他说呢 馆长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他吴子龙呢 就对这句话很不爽啊 就要和这个馆长约架 就要用拳头来教训一下馆长 然后第三个理由 吴子龙说呢 馆长还讲过另外的一句话 就是说呢 拳击不是竞技运动 他就认为呢 馆长是瞧不起拳击 那吴子龙呢 可能练过拳击 他就想呢 用拳头啊 来让馆长知道这个拳击的厉害 馆长呢 在他的影片里啊 也是针对吴子龙的这三个理由 然后进行了回应 那狗哥也总结一下 大家看对不对 第一个 馆长是认为 吴子龙这个人啊 完全不知道尊重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貌 吴子龙在视频里说 他认为馆长是台独分子 如果不是 如果他的理解有错误 那他就道个歉 那馆长呢 就觉得很气愤 因为呢 全台湾都知道馆长是深蓝 不是台独 而且呢 吴子龙呢 道歉也太轻描淡写 给馆长先扣了一个台独的大帽子 然后就很轻描淡写的说一句 如果我理解错了 那我道歉 所以呢 馆长就很气愤 按照狗哥的理解 在台湾 或者说对于台湾人来说 道歉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呢 这是完全没有诚意的这个道歉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 然后馆长的第二个回应 是认为 吴子龙啊 这个人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体育是体育 政治是政治 或者说呢 武林归武林 政治归政治 即便馆长是台独分子 即便馆长说过 解放军要武力统一台湾 就要先踏过馆长的尸体 即便他说过这些话 那吴子龙就要用拳头去解决问题吗 就是说 如果政治理念不一样 那就要用拳头去解决问题吗 那吴子龙是这个作为方式 馆长呢 很明显的有不同的意见 馆长的第三个回应 是认为吴子龙这个人呢 喜欢断章取义 拿证据呢 总是掐头去尾 比如那句话 解放军要进攻台湾 就要先踏着馆长的尸体过去 还有这个关于拳击 是不是竞技运动的问题 馆长就认为呢 吴子龙呢 都是犯了同一个错误 就是断章取义 对别人的话呢 掐头去尾 所以呢 馆长就对吴子龙呢 就是非常的气愤 骂了很多 骂这个吴子龙呢 是木头脑袋 脑袋瓜子 装大便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先说一下 狗哥是不赞成骂人的 对于馆长骂人 狗哥是持这个保留的态度 但是 这次馆长骂吴子龙 除了骂人的部分 狗哥是完全赞成馆长的意见 馆长在他的这个影片的最后也说了 希望大家给他一个公道 那狗哥 作为一个曾经在大陆 生活过几十年的中国人 狗哥呢 愿意给馆长一个公道 狗哥认为 馆长骂人不对 但是 馆长呢 这次骂的确实很有道理 吴子龙这个人被馆长骂了 完全是活该 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因为吴子龙这种人啊 就是很多这个大陆五毛的代表 非常多的大陆五毛 非常多的这个很极端的中国人 他们的作为方式都是跟这个吴子龙是一样的 大陆的五毛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蠢啊 就是很这很愚蠢的五毛 或者是自干五 完全是被这个中共洗脑 一看到台独这俩字 立刻就变这个傻逼了 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就要冲上去骂人 就要冲上去打人 这个呢 就是很蠢的五毛 另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很坏的五毛 这种很坏的五毛啊 都特别有心机 他们干五毛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那狗哥现在就可以肯定 吴子龙就属于这种很坏的五毛 为什么这么说 吴子龙是什么身份 啊 薛耀东都说了 吴子龙不是普通人 他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官 也就是说 吴子龙呢 是大陆公安 所以呢 他在徐晓东的视频里啊 根本就避免说台独这两个字 他只是说馆长啊 是那种分子 完全避免说台独这两个字 台独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作为大陆公安 他的纪律性是不是很强 所以呢 狗哥就可以肯定 他要挑战馆长 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反台独 完全不是为了什么中国民族大义 而是为了立功受奖 如果说他真的和馆长打一架 而且打赢了 那他肯定会在大陆公安里立功 受奖 升职 加薪 这些呢 肯定都是会有的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采取爱国啊 这种呢 就是很坏的五毛 这是第一个 就是很多五毛 很多这种极端的 所谓的爱国的中国人 他们的脑子啊 要不然就是被洗脑 洗得这个完全愚蠢了 要不然呢 就是很坏 你完全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第二个 就是这些五毛 很极端爱国的中国人 他们呢 其实呢 也不知道怎么讲道理 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 从来都是听共产党的话 跟共产党走 听老师的话 听领导的话 听老板的话 从小到大 他们受到的都是盲从的教育 他们已经是失去了那种 逻辑思辨的能力 你像吴子龙 说馆长要解放军 踩着他的尸体过去的这种话 还有这个 拳击不是经济运动 这样的话 其实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应 看到一种说法 他们不会去这个认真的 看一下前因后果 不会用自己的脑子 冷静的想一下 判断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总是会特别容易的给人扣上一顶帽子 然后开始批判 开始骂街 要不然就动拳头 这是很多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五毛的群体里 这个问题特别的严重 狗哥必须要说 在这个武林人士里 在这个很多练过武术的 或者说是练过搏击的人里面 很多都是粗人 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 应该不是很多 你像馆长 他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徐晓东 吴子龙 也都是这样 但是 馆长跟吴子龙比起来 不管是带人接物的态度 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真的是要高明很多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狗哥在大陆是生活过几十年 也是受过这个研究生教育 但是很多时候 在看了这个馆长的影片以后 狗哥就觉得 在对这个自由民主的理解上 狗哥真的是不如馆长 真的 虽然狗哥是受过研究生教育 但是在这方面的认识 有很多地方比不上馆长这个粗人 为什么 就是这个生活的环境决定的 狗哥毕竟在大陆生活过几十年 那馆长呢是生活在台湾 这个呢就造成了这个差别 真的是不一样 虽然馆长很生气 但其实呢他还是很清楚啊 他不会跟这个吴子龙啊 还有炼玉轩啊这些人去较量 因为呢完全没意义 吴子龙炼玉轩 还有很多所谓的 要挑战馆长的大陆人 一个 他们就是要蹭馆长的热度啊 给自己这个打知名度 第二个 还有一些就是像吴子龙这样的 是为了给自己在中共那儿捞好处 无非是这两个目的 所以呢 馆长还是不要上他们的道 那在最后 狗哥还是要说一句 徐晓冬这个人 还是不错啊 你看在他的这个视频里 他还说了 让大家要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最重要 所以呢 徐晓冬这个粗人 竟然这么看重这个独立思考 那狗哥就认为 他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狗哥就是有点不太理解 他怎么会和吴子龙 这个大陆公安 混在一块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内容 现在就点击 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狗哥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